巨大的箱子里装着一只白金 工作人员不时安抚他 这是一队原本在乌克兰东北部城市 好而克服水族馆的白金 因为战争必须搬到西班牙的水族馆 搬家的过程风险很高 不仅设备是个挑战 透过公路运送路程就长达12小时 接着还要搭飞机 为何要承受这样的风险 因为哈尔克夫每天遭受俄罗斯军队炮击 白金对于声波比人类敏感很多 加上哈尔克夫的发电厂也被攻击 严重冲击白金的生活环境 在哈尔克夫时两只白金的健康 已经恶化 在多国海洋哺乳动物专家的合作之下 将他们以往西班牙的瓦伦西亚水族馆 历经遥远的路途 走过战区边境管制 他们已经在19号抵达新家 官方正在全力协助他们适应新环境 华世新闻纵组织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